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由我作为向导来为大家介绍这里的一切 那么让我们先去野外看看吧 剑如雨下 取攻了 随风而进的 快点防衔吧 电下师父的枪法 虽然野外的探险十分有趣 但对于热爱冒险的人来说 埋藏于遗迹深处的宝藏似乎更具吸引力 在这危机四伏的地方 和同伴们并肩作战是很重要的哦 准备好了吗 准车 开始 小心着凉 真是既幸 打下了 在战斗之余 不妨来蒙德休息一下吧 总的来说 这里算是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 虽然偶尔也会有一些强大的魔物 来袭击这里 看起来是个能力部的家伙呢 小心 他似乎要使用绝招了 借助平台间的封场 躲避他的攻击 以侦察骑士来说 这不算什么 总而言之 面对强大的敌人 连心协力是十分重要的哦 这里就先交给其他同伴吧 这里就先交给其他同伴吧 好 快失落他吧 失落 机会来了 快替他清除紧布的误险 将他解救出来吧 是时候该我出场了 你们又退路了 好啦 那我们就先看到这里 说起来 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一起去远一点的地方吧 比如去云雾缭绕的石林看看 在那儿 有一座和蒙德完全不一样的城市 叫做黎月港 嗯 这里的建筑跟蒙德城都不太一样呢 有机会的话 真想去看看 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啦 期待下次再见 拜拜